我检查伤口啊 不然你叫我来干嘛 海底有药材 不过这医馆的经营之术 还得号令陛下给出出主意 原来室友求于他 怪不得今夜如此温柔 白日里打扫厨房 也是听话得很 我就知道 今天怎么比穗和还乖巧 原来室友是求我 他佯装生气 眉眼一转 扭了扭身子 就要向儿子那边挪过去 香柳李亏 索性手接用墙 将小妖一把捞到身子下面 他的惊呼声还没有出口 就被封上了嘴 气息交融间 他被撩拨得气喘吁吁 迷迷糊糊间 就被他退了外衣 等他宽厚的大掌 俯上他滑嫩的腰 一股良意袭来 他推丧着他 躲着他的吻 别闹 岁和在 香柳抬手 看了看旁边 正在打呼的圆滚滚 嫌弃地看了一眼 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木桌 木桌的面积 正正好能放下小妖的身子 不行 小妖顺着她的眼睛往外一瞧 便明白了 这人想要做什么荒唐事 手脚并用 就开始踢她 又碍于儿子 在旁边 不敢出别的动静 她那点力气 哪里能和香柳相比 踏上的帘子 被向柳挥手放下 可怜的额碎 和被封在了踏上 那是中间的木桌上 小妖被她狠狠地禁锢着 双腿圈着她的腰 又是刺激 又是害怕 这些年不见 你怎么愈发荒唐了 小妖被她狠狠地吻着 躲开的空闲间 无助地称怨 荒唐 你忘了当年在草地里 她不要脸地笑 话说到一半 就被小妖一把捂住了嘴 她定是要说 当年假扮防风被时 二人在小树林里干的荒唐事 小妖被她不要脸还离手气壮的样子气得无奈 只能任由她为所欲为 碎河睡觉素来不安稳 经常半夜起来 小妖声怕二人胡闹间 儿子从帘子中探出头来 这么一害怕 便将这缠绵之事弄得好像二人偷情一般 内室的空气里满是以你的气息 极致的刺激与欢愉让小妖都要哭出来 阳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窗外射进来 小妖睁开眼 浑身酸痛 身旁躺着还在熟睡的儿子 香柳几经离开 定是回海底了 迷瞪间 她慢慢想起来 二人荒唐的时候 她逗她的话 我们可不能一手这样下去 不如我宣布昭叙 你和荣臣一样 来号林后宫做我的夫婿如何 小妖边逗她边吻着她 她抬起头 满眼的意乱情迷 好啊 就是不知道陛下打算招几个夫婿 你若是伺候的好 一个便够了 若是伺候不好 我就多招几个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迎来了更狠的攻击 小妖扶着自己快要被折断的腰 这人真是不惊斗 她简单梳妆了了一下 宁人将清宁照进宫来 荣臣毕竟是男子 躲在祭祀堂下不是长久之事 这号林鸣风开放 对男女之事倒是没有那么多规矩 只是荣臣变身刺客之前 可是和清宁有婚约的 也不知道 二人在祭祀堂是不是尴尬 管主 王公有旨意 让您进宫用午膳 清宁刚刚送走了两个病人 便听到了女官过来传指 她吞下行衣穿着的衣衫 上楼准备换一身衣服 还没有到楼上 就看到门外的马车上 又运来两袋药材 算了算日子 这些药材 定是她从雪林谷买的珍贵药材 是要入地库的 说起地库 也不知道那蟒夫在下面做什么 虽说自己打定了主意 不理那个不同人情的蟒夫 可若是姐姐问起来 她在这儿的情况 自己答不上来可怎么办 这么想着 她命人将药材搬到地库的石门口 便将人打发走了 她暗动开关 石门缓缓拉开 她站在门口向里瞧去 没有看到荣臣 这些药材不沉 她能搬得动 可是她偏要质疑至那莽夫不可 寄人篱下 竟然还敢这般耍脾气 永世可在 将药材搬进去吧 她拿出气势 喊了一声 里面没有动静 这地库不大 她皱着眉头 难不成这人竟一怒之下离开了 清宁赶紧向里走 她行医的时候 习惯将裙子挽起来 所以步子迈得快 带她走到最大的那一扇药柜后面 呼得停下了脚步 荣臣背对着她 坐在一个石凳上 宽厚的大掌里 却拿着一个纤细的狼毫毛笔 她在 作画 清宁向前走了一步 越过她的后背 看清了她 正在做的话 她慢慢勾勒出来的 是她 画中的她 眉头紧锁 一双如寒夜般的眸子里 散发出点点冷光 嘴角没有一丝笑意 这是荣臣在比武场上 远远地看到她时 她的模样 我在勇士眼里 竟然是这般可怕的女魔头吗 背后传来冷冷的声音 她被吓了一跳 手中的笔差点要掉下去 荣臣转过身 表情倒是淡定得很 姑娘在我心中 是天下第一美丽之人 只是我从未见过姑娘笑 只能画你不笑的样子了 她的眼神中满是真诚 倒把清宁弄得无话可说了 没几日我便要离开了 这幅画就当我送给姑娘的 说吧 转过身 将画从药柜上摘下来 递到清宁手里 清宁犹豫了半赏 将画接过来 脸上净浮出了一些红韵 我要进宫了 你以后去哪儿 听陛下和寻冤王就是了 说着 她赶紧转身 生怕她看到自己滚烫的脸颊 昨夜 容辰犹豫了一下 拧了抿嘴唇 继续说道 昨夜 姑娘说要为我治伤 定是为了让我能在济世堂出入自由 我出言不逊 还望姑娘见谅 她道歉道得真诚 清宁却被手中的画烫得心神不宁 也没有回头 容辰以为她没有原谅自己 私存着 心底落寞得很 望姑娘速去速回 将我的去处告知 以后便不打扰了 话到此处 清宁才缓缓回过神来 这蟒夫怎么开口闭口就说要离开 好像自己在驱赶她一般 你将门外的药材搬进来 分类放好了 晚上 我们再说 清宁觉得每次和这蟒夫说话 都会被误会 干脆就不说了 转身便走了 爹爹 我要爹爹 穗河任父后醒来的第一个清晨 睁开眼没有见到香柳 当即在榻上打起滚来 伺候的女官自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穗河长大了懂事了 羡慕别人有父亲 赶紧哄好了 省得陛下跟着伤心 女官想身 生怕穗河要父亲 这是让小妖跟着伤心 七手八脚的就开始哄小殿下 荣臣在地库里如何 你二人可有交谈 清宁就知道 小妖照她进宫 是为了荣臣的事情 就简单说了说 荣臣在地库的事情 当然了 这丫头只捡了好听的说 二人吵闹 还有荣臣画画的事情 她只字未提 可是小妖养了这丫头多少年 她那飘忽不定的眼神 小妖很快就辨别出了情绪 定是发生了什么 小妖倒是没有觉得她害羞 还以为她是因为荣臣刺杀自己的事情 心里埋怨 瞒着她亏待了荣臣 清宁几经成人 她说话间非常注意分寸 生怕这孩子一怒之下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养闺女可比养儿子辛苦多了 清水镇 什么 我打算把荣臣送回清水镇 那里鱼龙混杂 没有人在乎谁来自哪里 小妖昨夜和香柳商量好了 清水镇是陈荣君的旧旨 荣臣定是愿意的 嗯 清宁脸色微变 只轻轻应了一声 不知怎的 想到纳莽夫要离开 自己心里仿佛缺了一块 似的 心绪不宁 都已经倒闹了一块